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川普因为他的随护也确诊了 因此做了二度的检测 还好并未受到感染 另外五眼联盟还有美国情报首长都打脸川普 说新冠病毒绝对不是来自实验室 现在川普政府另开了战线 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力挺台湾出席WHA世界卫生大会 和大陆在国际组织的角力战又再度升温 还有美军超音速轰炸机五月以来三度陷踪在台海周遭 包括了核动力航母尼米兹号正朝向亚洲部署 又透露出什么样的讯息 稍后的话题面对面单元都将一一带您来深入讨论 而首先节目一开始 先带您来关心本周的国际大事 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 美中延续贸易战以来的斗争 针对了病毒的源头 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川普政府当中反中声量最大的官员之一 他不断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大陆 更声称有大量的证据显示 新冠病毒就是源自于大陆的实验室 不过5月6号他又突然之间改口 表示虽然有证据 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肯定是否为实验室外泄的病毒 说辞有些反复让外界是物理看花 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 在几次战狼式的回击之后 同一天也在记者会上用英文回唱 show us 给我们看啊 要蓬佩奥拿证据给出来 那么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 这场疫情已经是大大的加深美中之间的仇恨 让两国的关系降到冰点 美国总统川普5号飞往凤凰城视察口罩工厂 但他却无视警告标语戴了护目镜 却没戴口罩遭到质疑 不过川普老神在在没在怕 甚至讲话还是一样酸 强调美国工厂不会像某些国家一样 生产劣质口罩 一番话显然是在针对中国大陆 美中两国因为疫情杠上 就连白宫新任发言人都坦言 现况确实不乐观 美中关系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急转之下 华尔街日报6号就报导 这场疫情不仅加深美中仇恨 也让华府和北京当局逐渐走上末路 为塑造疫情结束过后的新世界秩序 想尽办法强占先机 川普政府当中 反中声量最大的莫过于国务卿庞培欧 在这一场外交口水战当中 频频把炮火对准北京 但最近他却速度改口 先是说有大量证据显示病毒来自实验室 后来受访又表示 美国其实并不确定新冠病毒的起源 让外界物理看花 这出戏甩锅的大戏已经严重剧透 他们还演得津津有味 其实观众已经很厌烦了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6号就再度强力谴责 要美国别再演了 更以英文回响 要蓬佩欧把证据拿出来 更奉劝美国政客不要入戏太深 1号受访才口口声声表示 看到大量证据 但川普4号也跟着改口 强调病毒出自大陆 但并未明指实验室 川普和蓬佩欧两人一搭一唱 对中国大陆提出质疑 但却又纷纷都在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 说法反复引发关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报导 根据两名西方国家官员 引述的情报评估资料 五眼联盟共享的情报显示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极度不可能是来自实验室 意外泄漏 反而比较有可能 是从海鲜市场开始传播 美中外交角力暗潮汹涌 短时间内争议还会持续延烧 记者云轩综合报导 就在中美口水站 声闻之际 美国国务卿蓬佩欧 六号在记者会上 也呼吁各国支持台湾 以观察员的身份 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还向世卫的秘书长 谭德塞喊话 来听一下蓬佩欧是怎么说的 蓬佩欧呼吁谭德塞邀请台湾参加5月份的WHA 其实这已经不是蓬佩欧第一次力挺台湾 过去他也曾经多次发言 支持台湾参与WHA 今年的WHA是预定在本月18号 以视讯的方式来举行 台湾积极地争取受押 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 但是有没有机会参与 目前依旧是个未知数 全球的疫情逐渐在趋缓中 世界各国都在酝酿在6月底前解封 各地的民众可以说是迫不及待的 想展开新生活 美国有半数的州 部分解封之后的首个周末 风和日丽再加上天气回暖 到处都出现了大批的人潮 而抗疫有成的澳洲 纽西兰 丹麦等7个国家 也准备筹组联盟 希望在采取共同防疫的标准之下 有条件让成员国的观光客入境 重启观光阵型经济 纽西兰的副总理更且表示 也有计划要邀请疫情相对和缓的国家 包括了台湾 日韩等一同加入 军机划过蔚蓝天空 数以千计美国民众 三号聚集在华盛顿国家广场 欣赏海军特计飞行队 为向抗疫英雄致敬 所举行的飞行表演 入春以来的最温暖天气 也把全美各地市民带到户外 但我们必须把国家开放 我们必须把国家开放 我们必须把国家开放 我们不能把国家开放 在接下来五年 川普立场坚定 美国从上到下都渴望解封 虽然川普才说 新冠肺炎疫情是美国史上最惨 但在5月10号之前 全美还是有43个州迈向解禁 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就连几乎全面停摆的欧洲足坛 也传来好消息 这些游戏不是普通的游戏游戏 它将会发展到新冠肺炎疫情 要足球开梯 生活也不在单调 而纽西兰和澳洲也正讨论建立旅游泡泡 解冻观光 我们在谈论我们的可能性 有一个安全的游戏游戏游戏 是为我们不必须把握住 抗议有成的澳洲 纽西兰等七个国家 预计筹组联盟 希望采取共同防疫标准 有条件让成员国的观光客入境 以提倦观光恢复景茂往来 有西兰副总理更表示 也有计划要邀请疫情相对缓和的国家 包括台湾 日韩等一同加入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最高层级 紧急应变专家强调 在疫苗问世之前 新冠病毒依旧将构成重大威胁 要民众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记者何英轩综合报道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 上个月遭前助理理得指控 27年前曾经对他毛手毛脚 而这名女助理在申诉之后 却直接遭到了开除 消息一出引发了热议 拜登几乎笃定要代表民主党 出战11月份的总统大选 在沉默一个多月之后 拜登一号终于出面公开的反驳 表示这件事情绝对是子虚乌有 作为拜登可能的最大劲敌 曾经多次卷入性暴力疑运的川普总统 就以过来人的身份建议拜登 挺身对抗布什的指控 目前双方在最新的民调当中 差距缩小到了2% 而这个指控会不会对大选的选情 造成影响引发了关注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几乎笃定 代表民主党参选2020 不过今年3月 他却遭到前助理理德指控 1993年曾经被当时 还是联邦参议员的拜登性侵 对拜登指振历历 而拜登在面对性侵指控后 沉默了一个多月 首度发生 受访时他公开驳斥 这事从没发生过 在性侵丑闻爆出之后 拜登的国会办公室表示 未曾收到类似的申诉 而拜登也呼吁 国家档案管理局公开资料 证明李德是否曾经提出申诉 民主党籍的众议员议长佩洛西跳出来力挺拜登 表示他不但尊重女性 更是一个正直的人 不过美国总统川普谈到拜登的性侵 只表示他什么都不知道 但他觉得拜登应该要挺身否认到底 一向反对性暴力的民主党 这一次自己人卷入桃色风波 但却完全力挺拜登 这样的双重标准难免落人口石 但根据民调机构调查 发现45岁以下的民主党员 目前有高达4成的人都主张撤换拜登 如今拜登民调和隶属共和党的川普 差距只剩下2% 让选战越来越白热化 这一次的指控是否将影响拜登选情 为总统大选再添变数 也引发外界热烈讨论 记者杨善成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省影多日之后 上个星期终于露面了 引发了国际之间媒体的高度关注 北韩的官方出动了国保级的主播李春基 穿上了粉色的韩服亲自播报 显示金正恩这次回归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因为翻开了过去北韩的播报史 就可以发现 虽然有多名年轻的主播轮流上阵 但是每当有着重大事件 从前领导人金正恩的逝世 到每一次的导弹试射 李春基总是都会现身在主播台上 如今他虽然佩戴着老花眼镜上镜头 但是保到未老的李春基 还是以他独特的高抗嗓音 吸引着外界的目光 就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身影当时国安局长邱国正公开指出 金正恩病了引发关注 因为在中国大陆 南韩甚至美国官方都没表态之际 邱国正的说法听来没有根据 难道是有特殊管道掌握了消息 其实台湾和北韩的关系超乎外界想象 2018年初一名台商因为涉嫌 违反国际制裁法到公海向北韩 贩售石油遭到逮捕 一份联合国的报告就指出 在北韩遭受国际制裁期间 还能获得禁运产品 全靠台湾这一个秘密基地的帮忙 2019年就有知情人士透露 其实早在2016年台湾计划研发潜舰之际 北韩就曾有意向台贩售先进潜舰技术 只是考量到制裁禁令 最后无疾而终 台朝经贸过去几年来 其实往来相当频繁 就有公开资料显示 2016年北韩的主要出口地中 台湾居然位居第四 就连金正恩妹妹金宇正 也曾被捕捉到使用来自台湾的手机 2018年俄罗斯高层造访北韩 作为哥哥的贴身秘书金宇正陪伴左右 就被眼见的媒体发现 他手上拿的似乎是来自台湾 2016年出厂的HTC手机 就连南韩东美进口的机种 到底是透过河中管道取得 也在当时造成话题 金正恩神隐多天终于现身 出席肥料工厂竣工仪式 北韩国宝主播李春机 亲自上阵向外界报喜 可见事情有多重大 大阵仗场面搭配上李春机 慷慨又激昂的播报 让将近15分钟的记录影像 显得既磅礴又隆重 其实翻看北韩播报时 不难发现李春机在金氏政权下的特殊地位 不论是领导人病逝 还是发表核事消息 北韩的任何一次重要时刻 似乎都能见到李春机登上主播台 一席招牌粉红色韩服 更让李春机以Pink Lady的称号 闻名国际 年近80的李春机叱咤北韩电视台50多年 全靠他独特又高亢的嗓音 很充满火药味的播报风格 让他深受金氏父子的赏识 不过他的播报秘诀可不止如此 多年前他接受大陆央视专访 李春机侃侃而谈 原来下了主播台 他不仅没有架子 更不另分享播报秘诀 身为当家主播的李春机 如今逐渐走向幕后 替北韩官媒培育新人 要将他的播报精神 持续传递下去 记者恒银生综合报道 好的 今天的英文关键字单元 带您来看到的是 manipulated 操纵的意思 本周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 所长佛奇在接受专访当中 他表示在观察新冠病毒 在蝙蝠体内的变化 以及目前现有的科学证据之后 可以排除这个新冠病毒 是人为或者是被故意操纵的 他说 This virus can be artificially or deliberately manipulated manipulated这个字呢 就是操纵 那么通常是指 以不正当的手段 去操控或者是控制 那么这番言论也再度打脸了 美国总统川普他所说的 病毒是来自大陆实验室的说法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 英文关键字单元 接下来带您一起来关心 大陆趋势消息 欢迎来到透视两岸 Ion China的单元 首先要带您来看到 由大陆自行研发的 狩猎商用磁幅2.0版列车 上个月28号凌晨 在长沙完成了达速测试 这个磁幅2.0版的列车 在实测当中 是跑出了160.7公里的高速 突破了原先设计标准 更是克服了夜间作业 无成功案例 可借鉴等等的困难 象征大陆的自主磁幅技术 在中速领域写下了全新里程碑 在美国加大对中国大陆 科技封锁之际 更是引发了关注 每年的五一长假 是中国大陆观光旅游的高峰 今年官方更是排定了联休五天 也是十年以来 最长的一次劳动节的廉价 虽然说各地的风景区 严格的控管人流 但是还是有不少的地方 都出现了报复性出油人潮 北京故宫就成为这次 五一假期最具人气的景点之一 时隔97天重新对外开放 五天廉价总计 两万五千张的门票通通秒杀 而今年三月份因为疫情 而被迫延期了两会 也正式敲定 这个月的22号在北京召开 似乎也象征着大陆的新冠肺炎疫情 已经获得了控制 史上最长五一长假 大陆西安的大唐不夜城 排起长长人龙 来客树倍增 让著名的不倒翁演出 不得不宣告暂停 而江西的大鱼压山风景区 满山盛开的栗子花 也吸引大批民众前往打卡拍照 享受解封以来难得的春日时光 这里就是故宫的正门五门 那么我们看到 所有的观众都是在这里进入 新开放了一些设备 观众到这里可以进行 无接触式检测体温 直接刷自己的身份证 就能够进入了 北京的故宫博物院 是这一次大陆五一长假 最热门的观光景点之一 自1月25号关闭至今 时隔97天重新开放 释出的两万五千张门票 一开放预约就秒杀 为确保疫情防控 文化和旅游部要求各大景区 必须通过网上预约 且要限流百分之三十 也就是说去年很多景区 只要去买张门票就能游览 今年不仅需要提前预约 还要能抢到那百分之三十的门票 难度的确是增加了 为管控人流 不只是北京故宫 大陆官方这一次要求各大风景区 通通都得采预约入园 尽管游客都戴上了口罩 但因为人潮聚集 疫情依旧还是有传播风险 杭州西湖景区发挥数字管控作用 采用电子围栏技术 实时进行人流量监测 对景点客流进行管控疏导 为有效掌握客流量 杭州西湖风景区就特别结合高科技 电子化设备要把防疫做得滴水不漏 而根据大陆官方统计 整个无一长假总计有1.15亿人次出游 各大单位发放惠名优惠券 也大大刺激市场 就觉得好久都没有购物了 就觉得什么东西都缺 什么都想买 无一一直都在买买买买 买了就是衣服啊 差不多3万块钱吧 上海大规模购物节 4号晚间拉开序幕 电商平台顺势推出各式优惠活动 18小时以内就缔造百亿销售 民众找回消费热情 在无一长假的最后一天 买好买满 一扫疫情阴霾 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将于2020年5月22号在北京召开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经济社会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而今年3月因为疫情被迫延后的 大陆人大和政协会议也正式敲定 在这个月22号召开 虽然今年延期举办 但一年一度的两会 依旧是洞察大陆局势发展的指标 新冠肺炎带来巨大冲击 大陆官方最终会如何为经济定调 正式两会重要议题 而重启的两会 也意味着大陆疫情防控已经告一段落 这一把打开新动力的钥匙 能否让民众走入新时代 全球都在关注 记者横轩综合报道 欢迎来到话题面对面 我们今天要带您讨论的是 川普对于病毒起源于中方实验室的这个说法 他改口了 但是川普另辟战场 说要来力挺台湾出席WHA 世界卫生大会和大陆在国际组织的角力战 又要再度升温了吗 还有美国B1B轰炸机首度限宗 在台海 还有美国的核动力航母尼米兹号 已经离港正朝着亚洲而来 到底美军想要干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特别为您邀请到了 美丽岛电子报的吴泽佳董事长 以及亚太防务杂志郑纪文总编辑 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 首先现在大家呢 这个宅在家 到现在已经是好久的时间 大家闷坏了 那么很多人就上街去要求 去抗议希望能够解封 恢复正常的活动 不过就在这个星期传出一个坏消息 美国在Los Alamos 有一个国家实验室研究团 竟然发现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已经突变了 而且它的传染力更强 恐怕会让全球疫情二度的大爆发 那么现在呢 我们在最近又听到一个消息 川普总统他的所谓的随护 叫Valet 可能他的随身 就是在服务他的人 也得了这个新冠的肺炎 那么川普呢 跟副总统彭斯有紧急做了这个筛检 还好他们都是阴性的 没有被感染到 请教董事长 你怎么看这个新冠病毒 如果它是真的变异的后果 会是怎么样 好不容易现在大家还解封了 但是这个全球经济 今年又是大萧条 现在传出这个病毒 它这个可能变异的消息 我们怎么来看呢 会不会变成超级病毒呢 超级病毒事实上一直存在 那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 它是属于一种RNA的病毒 RNA的病毒 它在每一次在不同的宿主身上 都会因为侵入的器官 跟免疫系统的反应不同 它其实都会有些许的一些变异 然后它到这个很大的变异的话 它一个阶段就会出现了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 这种病毒的特性 就是很麻烦的 它每天都会有变异 所以全世界科学家 可以把它大致上分成几个种类 那刚刚讲的 美国这个实验室发现了 它是一个可能是毒性比较强的 或是传播力比较强的 不知道是哪一种 如果是毒性比较强的话 我们这里面有个统计的方式 就是说它一个人 一个代元者 可以传染几个人 这称之为R0子 如果大于2以上的话 就很危险 像现在目前看到的 在欧洲 在美国 可能它的R0值都很高 而且R0值高的情况之下 大于2大于3都有 而致死率在意大利的也超过10% 所以其实这个病毒一直在变异中 变异中的情况之下 而且最真正要彻底解决的问题的话 一定要等到疫苗要开发出来才彻底解决 在疫苗没有开发出来之前的 所有的事情的讨论都存在了一个高度的不确定性 包括开放或不开放 或是还有病毒的继续的变异的可能性 都继续存在的 是那说到开放不开放 我们就请教一下我们的总编辑 这个现在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最新的研究会影响到美国总统川普 因为关系到他这个选举嘛 那他一直想要恢复他的经济活动 那可是问题是他是不管怎么样 他就说就算他要重启经济的活动 那么很多人就说 你不惜在所不惜要这个开启这个整个经济活动 有人说你是要用这个 你是要用你的人命 人命来作为代价的换取的倒穷指数 那么这个人命跟经济的问题 怎么取舍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可是问题是竟然一个总统候选人 还有现在就是一个国家领袖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是有什么战略的高度 让他做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吗 我们回归 我们看今年的年初 一月二月的时候 其实川普他一直在经济和防疫在拔河 我们知道他一直牵扯的很厉害 刚开始的他这个非常有自信 然后在荒腔走摆 常说错话甚至说谎 拿到现在 我们都知道他一直以选战为思维 来进行他的国政 那因此他目前看 已经有179万美国人受感染 然后死亡人数超过这个7万人 那大家认为这个 这个结果还可能持续 但目前摆在眼前就是 如果他再不启动这个美国经济重新点火 让他再烧起来 可以预见防疫也做不好 经济也做不好 这样对他来讲 他未来的竞选可以说不用玩了 而且我们从过去以来可以发现 他不断的甩锅 那甩锅即使很多专家或一些权威认为很多说法是无地放使 或者不靠谱 但他事实的还是把自己的民调维持到一个比较高的高点 原始就他的策略来讲 与其两头落空还不如抓到一个方向持续周旋 我认为是他抢救经济 他思维就是以选战为主轴来考量 就这一点的话 我认为他的思维逻辑其实就再清楚也不过了 就是拼经济来挽救他的选情 其实他也曾经说过他预测可能美国本来 死亡人说他本来预测大概是6万个人 不过他现在改口了可能会超过了10万个人 那我们都知道说川普为了选情选择经济 因为他当初上台的理由就是要让美国再度伟大 就是靠着要让美国人民创造繁荣的经济 但是川普他是真的不怕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会让更多的美国人送民吗 本来我们知道说两天之前 他才说这个白宫的防疫小组五月底就要解散了 不过过了一个晚上他又改口说 这个是由副总统Michael Pence他所带领 还有这个一届的这个专家 讲话都已经扫下了那个佛奇 他领导的白宫防疫小组说 他却说现在要无限期的持续运作下去 其实我们注意到川普他这次讲的是无限期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新冠肺炎疫情 这些美国专家是不是还看不到 这个隧道的远处的亮光呢 隧道尽头 首先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 美国是全世界科技力量最强大的国家 而这个整个疫情的解决的方案最后一定是 有一个全世界某一个国家发展出来疫苗 那这个疫苗的发展出来以后就解决所有问题 所以目前川普其实在选战的过程当中 就刚刚郑兄提到的 他现在已经在疫情方面防疫失败了 经济也失败了 其实我可以讲说以今天情况来讲 他已经不用选了嘛 他大概已经是落后了 你看所有的民调数字 他也输给拜登 有从6%到15%各种数字都有 所以我认为说 他这个无限期的防疫小组无限期是有需求 是有绝对的需要 那这个绝对需要就是要 现在麻烦就是他拿捏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开放一个是管制 那适当的开放和管制中间 这个东西是一个 它是个有机的一种运作 而没有办法说是有个确定的规定去处理 所以他的这些指导原则也是不断在改变 那本来他想要取消这个小组 就是要改变他的guide line 他现在不敢改了 他就发现这个问题很严重 那第二点来讲的话 有很多权限是跟地方州长有关系 不在他手上 其实他也没有能力去改变 所以州长不愿意开放的话 你看上次Michigan 他就不愿意改变 那川普就鼓动了一些人 背着枪跑去闹 他连这个事他都干了 你就知道川普现在非常非常紧张 所以我认为第三点来讲的话 最后的解决一定是用美国的科技力量 来解救全人类 在这种的光荣感的情况之下 他才能够重新回到选举的舞台上面 扮演领先的地位 可是这个时间可能来不及 可能是明年 所以在这个领先的同时 他还必须要做其他的事情 就是要如何来恢复经济 那恢复经济目前来讲的话 靠美国的经济 充满了风险的经济的 充满了开放的风险的经济情况之下 他可能也无济于事 因此他可能会寻求 我认为在外交上面 甚至于不排除跟中国 有进一步的协商跟和解的可能性 我们刚刚在讲到说 这个川普还有国务卿 他们之前都曾经说过 其实这个新冠病毒 是来自大陆的实验室 但是又叫了几天之后 拿不出证据 那么现在这两位又改口说 现在没有办法来证明 美国政府没有办法确定 为什么川普跟蓬佩奥国务卿 他们现在都改口了 不是说有大量的证据 为什么迟迟不公布 还是有什么考量呢 其实他原先的说法 本来就是站不住脚 即使川普前几天说 他有证据说怎么样怎么样 好像这个中国要为此事负责 这是他们造出来 但归咎最后 你还是要证据来说话 这一点他确实拿不出来 因为从以前到现在 他其实说的更多的是一些选举语言 为了转移自己防疫失败 所做的一个甩锅的一个做法 川普的这个说法的改变 我认为他不是最终的改变 他未来还是可能会改变 他是未来的状况 还是可能把这些反反复复的话说 是反反复复 其实我们知道说最近 我们看到有一位纽约 一个city叫做贝拉维尔 这个城市的市长 他自己说 他自己在他的这个 就是他的这个推特 推特这个媒体上他讲说 他其实他去年11月 他就感染到了这个新冠肺炎 去年11月 但是他没有旅游史 那么法国只是一名有肺炎的患者 他被证实 其实他去年12月就已经是感染到了这个新冠肺炎 那么先前这些西方国家都要求中国大陆 你要把这个要为新冠肺炎 大流行来负责 不过现在看起来好像现在没有科学的证据 而且是有问题的 是不是董事长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 因为美国比较特殊 因为美国他是因为要选举 所以他必须要甩锅找一个人负责 所以他很多东西是选举策略下的延伸性的产物 但是你看到德国跟法国 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目前现在这段讨论就是说零号病人 零号病人在讨论另外一个中间宿主 现在很多说法就是说 从野生动物从蝙蝠传到人身上 可是不对啊 那中间要有个宿主是谁呢 上次我们在SARS的时候 我们找到了叫做果子里 所以找到果子里之后就知道说 从果子里这边去切断断元的话 你SARS就有可能控制住 所以为什么梅克尔总理 包括法国总统 都在同意这个调查根源这个事情 溯源这个事情是欧洲国家所同意的 但是不同意 不见得就同意了川普的那种 就是不靠谱的说法 所以这里面的问题就是说 零号病人到底是在欧洲出现 美洲出现 美国出现 还是在中国出现 这个是一个目前在争议的事情 如果找不到这个零号病人的话 就找不到中间宿主 找不到中间宿主的话 即使你发展出来的疫苗 还是没有办法去从基础上 从根本上把它切断 这才是真正要麻烦困扰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看到说 美国是带头不断的想要甩锅 中国大陆那么官媒呢 人民日报就做出了回击 批评美国政客忙着造谣抹黑 到处甩锅 而且还提出非常严厉 提出了十个问题 包括之一 美国你在去年才进行代号叫赤色传染 Crimson Contagion 还有一个Event 2001 201事件的这个传染病的演习 那么接着没有想到新冠肺炎疫情就真的发生了 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呢 还有美国去年到底有多少流感的患者 感染的其实是新冠肺炎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就是在New Jersey这个一个州的一个市长 其实他本来他去年被感染的时候 是被当作是一个就是流感这样子来处置 只是他现在回想说 他这次是特别特别的痛苦 后来他现在想原来他是新冠肺炎 那么另外同时呢 这个官媒中国大陆的官媒 还点名美国的海外生物实验室 请问你到底在做些什么样的研究呢 这些问题美国你是不是应该回答一些呢 董事长 这个就是说冠状病毒的研究 全世界都在做 因为那就是我们讲简单一点 就是感冒 因为感冒就是呼吸道到肺炎 呼吸道感染 呼吸道感染 上呼吸道下呼吸道到肺炎 这个整个系统的都是 从有几百年历史的 所以一直在做研究 一直想在突破 只是说这一次会搞成那么大一个事情 大家都没想到 但是到底这个事情 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 或者说现在中方也可以急出质疑 因为美国本身也在做这个实验 这个事情大家都在做 但是搞得那么大 我相信不是某一个国家特定 或是故意去做出来的一个事情 但是确实有很多 像非常先进的实验室 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所以我刚刚讲了 至于说他如果 但是他这个事情 有一个被确定的 已经到了百万人传染了 他可以证明是一个什么 这不是人工制造的 他已经是一个人类的物种的演变过程当中 产生的物种体系里面的 他有一个他的位置了 所以这个位置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 是要经过一个今年累月 可能环境的刺激或破坏 在科学上而言的话 他已经是一个自然界 在物种界的一个 一个有长期存在事实的 可能的一个产物了 好那现在还找不到源头 那么全世界都还在关注 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 美国五角大厦竟然在日前非常罕见的 公开了三支美国海军 总编辑要请问你 美国海军募集不明飞行物体 所谓的UFO的影片 他证实的这个所谓的UFO影片 确实是真的 请教一下总编辑 这个五角大厦 美国的国防部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美国疫情确诊破了百万的 这个时候公布证实 的确是有UFO影片的存在 它的用意是什么 其实美国军方公布类似的讯息 也不是第一次 包括美国个别的一些军人 可能在退伍以后 他有时候写一些回路 对外一些说法 可能在执行任务 都是发现飞碟 诸如此类的 其实过去时期 我们包括神秘的51区 那这种UFO民对他的讨论 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但是我认为这个时候 美国军方释出这样的讯息 其实还是特别值得研究 尤其这个议题 这个混暗不明 到底是怎么来的 大家都一头雾水 那美国军方做这样的一个操作 会不会大家联想到 这可能不是地球上 存在的一个东西 是不是从外面来的 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 后续会不会有什么操作 会指引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认为未来可能真的 有很大的想象的空间 但是我认为就现阶段来讲 我们或许就把它做一个科学议题 来进行一个讨论 那至于说后续有什么 接着有一个什么媒体的操作 会要引导到像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我觉得现在讲可能还言之过早 我们事务以待 那董事长你会不会觉得说 就忽然大家都在探讨这个新冠疫情 还是找不到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 这个时候竟然就是美国的国防部 就公布了这个所谓的优服的影片 有人说曾经有人说这个新战计划 这个优服自从这个新战计划 我们想ET 其实都是当初是一个雷根总统 雷根政府时代 为了要跟这个苏联之间的一个对抗 所想出来一个manufacture出来的一个 好像是一个虚构的东西 那在这个时候提出来是不是有点想要转移 大家的讨论的注意力 董事长你觉得 我曾经听过一个事情 当然这个没有未经证实 说五角大厦的一些的将领 他们曾经在这个动脑筋之鱼 曾经找过好莱坞的一些导演 一起来想到底这个未来打仗方式 是什么样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的花样很多 那你他当他如果 Pentagon自己公布一个影片出来 他后面一定有他的一些目的 但最简单一个目的就是 我直接想到的就是吓美国人 那吓美国人就吓参议院 像中文院就要预算 因为他常干这种事情 他过去要预算的时候 他曾经我年轻的时候 看了一个美国乡下的小报 突然间那是大概四十年前 他写说苏联 那是叫苏联 已经发展出来监设的核子武器 是是是 大家吓坏了 Pentagon没有人注意的小报 然后突然间Pentagon用发言出来 否认这个消息 那就变成国际全美的一个 全美的一个头条新闻了 那参议院当时吓坏了 快就把预算给他通过了 所以他这种花样非常多的 我觉得我们不要去 他这里面 他们非常好莱坞式的经营这个国家 他们充满了这个好莱坞的思维 这是美国人特有的 那么现在呢 中美的角力战 回到了世界卫生组织上了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 他5号在国务院记者会当中 他呼吁世界各国 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 参加这个世界卫生大会 WHA 因此这个美国福斯新闻也报导说 川普政府也已经传越了一份草案 要推动台湾纳入世界卫生组织WHO 董事长还有这种美点 你觉得美国这些动作是为了什么 有可能突破吗 这件事情很尴尬 真的非常尴尬 因为庞佩奥的演讲我看完了 他里面讲的两段最重要的话 他是建议说 这个世界卫生 WHO HA 仿到过去的方式 邀请台湾参加变成观察员 就旧的模式的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更恶劣的 他说还有联合国主持 光这两句话下去的话 我们就完了 我们怎么完了 我们就会变成跟美国黏在一起的 就变成说 现在中美 我们能不能参加WHO 已经不是台湾的表现得多好 或台湾是不是值得去参加 而变成中美斗争下的一个产物了 那这个事情有点让我们会比较尴尬 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 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 在这个情况之下 参加的今年的WHO 但如同蓬佩奥讲的 能够扮演这个观察员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不排除 他们私下应该有些案盘 譬如说他愿意捐给他两亿三亿美金 我觉得这个才有可能性 否则的话 你看到我们的谭德赛 谭德赛的回应的方式 他拒绝回应 他叫他的法务专家去回应这个事情 换言之讲 回到法务面 回到法规面的话 就回了一个中国 我们就没有机会 所以目前表面上看起来 但是是不是有表面角力 背后的运作 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事情 这个时候台湾可能又被卷进去了 因为在蓬佩奥 还有这个美国总统 川普都发言的情况之下 好 我们就看到 美军在亚太的部署 就在台湾 参加总统 救治520的前夕 又成为了焦点 美军两架B1B超音速战略轰炸机 首度出现在台湾周边海峡 那么按照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资料显示 是飞往东海执行任务 这是5月份以来 已经是第三度了 总编辑 在台海周遭出现这个B1B的踪影 请教总编辑B1B它的功能最大 它的特性是什么 它多么的厉害 第一次出现在台海 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您怎么看这个时间点上 美军这个超音速轰炸机 频频陷送在台海呢 我先讲一下B1B B1B是美国战略轰炸机的三剑客之一 它第一剑客就是最老的B52 从196年生产到现在还在用 第二个剑客就是B1B 第三个剑客就是逆中最先进的 B2A轰炸机 这三型轰炸机里面 你如果说外形最选 飞得最快 就是B1B 它这个B1B它可以在超音速 大概1.2 1.3 而且它的机翼是可变 就是它后流角度可变 也因此它是世界上第一种超音速的 可变异的战略轰炸机 也因此它的运用弹性就是 它可以就是机动性相对比较可控 比较有弹性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具备三型轰炸机里面 载弹最大的一个特性 它最多可以带大概60几吨 理论上60几吨的武器 包括机内的弹长还有外挂的这种挂载 而且它可以挂核武器 还有我们所知道美国空军的所有传统系的攻击武器 包括这个无导引炸弹 导引炸弹 空对地的飞弹 甚至反舰飞弹 攻击路上的飞弹 也因此它对于美国空军来讲 是一个空中打击的多面手 而且是扎扎实实的巨锤 也因此它部署到关岛以后 它可以对西太平洋广泛的地区 包括海面上的目标 还有你大陆东南野海的目标 实施远距离的攻击 更可怕的就是它最近美军为了强化它的力量 发展出一种叫做长城反舰飞弹 这个飞弹它具备 第一个逆中 外形逆中 我们知道现在战争强调逆中 让敌人看不到 具备逆中性 第二个它飞得够远 可以飞900公里以上 也因此对解放军海军这么大量 近年下角之般下水的水面舰而言 它的威胁性是非常非常的大 也因此B1B在4月中旬 B52撤出关岛以后 它月底就进驻 也就是它回归亚太以后 它对于大陆的军事遏制 特别航空打击能力 其实不减反身 毕竟B1B的作战能力远优于B52 而且我们看它到亚太地区之前 它曾经执行过两次任务 就是B52撤出以后 第一个它在20几号飞到东北亚 与日本自卫队和美国空军进行一个联合空中操演 第二个就是它在月底的时候飞到南海 就像B52之前一样进一个攻击航线 我们知道南海有什么 中共造的人工岛礁一些设施 它藉由这样模拟航线 对于这些岛礁就有在战术价值上 就进行一个模拟攻期 那第三个它就是进驻到关岛 来进驻了试驾 另外就是近期它飞到东海 就是从台湾东北方向的空域进入东海 执行它这种演训操演的任务 也使它不仅快速的回归 而且展现了它强大的威责能力 和实际在东海与南海整个巡航的能力 也使对于像中国大陆来讲 它军事较劲 借由B2它确实达到它的目的 好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之前就看过 台湾之前前国防部的副部长林中斌 就讲说您没有观察到 现在就从4月份开始 这个大陆的航母曾经来过 的辽宁舰就是曾经进入太平洋之后 美国这个海军方就出动了 这么多的架次来看 以前通常中国大陆的飞机 或者是说它的这个 就是船舰越线或者是压线的时候 美国的反应两三天 现在几乎是两三个小时 它就过来了 我们就知道说上个月 这个航空母舰辽宁航 曾经就率领了六艘的军舰进入太平洋 那么这个月我们看到 美国的海空军侦察机轰炸机 大幅的增加台海上空 出现的频率 那么我们就发现是美军 它的印太战略当中 台湾在这个第一岛链 对美军的重要性 请总编辑告诉我们一下 确实在台湾周边 大概4月份的时候 它各种包括EP3 P3 P8 或者这个RCE扇 这种电针机 反潜机 出现的频质 可以说是过去几年 寒陷 也因此有人说是 这个上个月4月份 是西太平洋火热的月份 就美中军事较劲来 确实如此 非常的火热 你看包括辽宁舰 南下到南海 实行任务 然后回去的时候到西太平洋 一个礼拜失踪 然后才返回它北方 那另外美国罗斯福号 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目前还停在关岛 但它的美利舰 就是美国号 两栖攻击舰 则是在东海与南海 这样交错的巡航 而且我们最近追踪一个 很绝密的一个卫星 这个追踪它的航机 我们发现 大概在4月20 21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号和辽宁号 两个编队是极为接近的 当时两个舰队都是在南海 也就是大陆人工岛礁 大概西北的方向 最接近的状况 那时候接近到多少 我们认为目视是不可能 但保有一个安全距离 绝对可能 而且双方应该以单 这个单重队进行航行 那比较有意思 我希望未来能够一些 相关国家能解开一些 这个密心 也就是美国号上面的F-35B 和辽宁舰的殲-15 在空中有没有什么接触 或遭遇 我认为这是未来军事民 非常注意一个焦点 但不可否认两个舰队 特别中美的航母在南海 那进行那么近距离的交汇 这是过去以来没有的记录 从来没有过的记录 听起来让我们觉得感觉 原来在这海上 有这么多紧张的对峙当中 我们就是我们一般人 是没有办法知道了 那么也看到这个 出了这个轰炸机 美军核动力航母 尼米兹号 在过去曾经非常出名 曾经也出现在这个 我们这个台湾海峡 已经在4月27号 离开了美国的太平洋沿岸 这个布雷莫顿的海军基地 它也是从加州 现在是好像一防到关岛这边 就是往亚洲这个地区而来 尼米兹号航母 在太平洋舰队当中 编制是负责镇守 东太平洋第三舰队之下 当年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的时候 就曾经奉派到台湾海峡来巡逻 那么请两位来研判 美军的部署 尼米兹号的安排会是什么 其实尼米兹号虽然是属于圣地亚哥 他这第三舰队 其实我们都知道前一阵 因为疫情的关系停在关岛 他还属于第三舰队 也就是美国海军的用兵 包括地气舰队第三舰队 他已经把原来比较严密划分的防务区 其实他可以混淆 也就是第三舰队是需要 他可以到地气舰队 甚至印度洋执行任务 那相对的尼米兹号也可以这样做 这是因为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航线兵力不够 特别是近期 大概过去几个礼拜 11艘航母 这个四个 在四个四条 四艘的圈队都中了 对 有确诊 那有的在大修 有的在修理 那因此他是捉金介绍 但我们从尼米兹 这次的调整任务可以发现 美国的全球部署 军事能力确实是很强 也因此在疫情的持续的当下 他还是可以快速调整 尼米兹号的这个任务 那快速把它纳入西太平洋来衔接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 雷根号本来预计要今年可能 就六月七月以后 才能再度回到海上执行 那近期他已经离开横须鹤 到外面进行测试 不排除他会缩短 这种测试的过程 让他尽快在整个 西太平洋执行任务来填补 这个罗斯富豪确诊所产生的航空舰 那董事长你怎么看待这个中美双方 就是在海上 在空中在展现彼此的这个muscle呢 首先从我们从这个一般的国际政治来看的话 就是美军在亚太地区 他维持一定程度的这个威慑能力 所以他本身就是 他一定要固一定值跟量 都要保持在这里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刚刚这个其实总编讲的很好 他前面讲的一个重要的议题 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在尼米之后 还没有到达亚洲之前 这个中共的那个航母叫什么 辽宁号 跟在南海 已经跟这个美利坚号 这当时是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但我们从整个数据上来看 我是比较外航 但是我们知道说 这个美利坚号这个特检队 它的能力 其实它是个轻型航母 其实它上面带的是有20架的F35B 以下这种能力的话 其实它可以很轻 它是有能力摧毁辽宁号的 它非常有能力摧毁 所以在那个战役上 它是不是一个 说你有航母我有航母 它是航母的代数的 一代两代三代的 因为美利坚号已经是一个 非常现代化的一个 作战的一个重队了 所以你看它从尼米兹号 它来到从圣地亚哥到太平洋这边 要20几天时间 那这些染役的航母还在继续 还在染役 所以当时在填补这个 所谓的军事的中空的 这个这支特检队是谁呢 就是美利坚号 所以美利坚号 就是美国号 那这个是非常有力量的一支部队 首先它现在要观察520 就是台湾方面 蔡文总统他的这个就职的演说 再来他5月21 5月22 两会要上场 这个时候他不会做任何的动作 再加上美国的总统大选 我们刚刚都在讲 他可能8月份 川普总统也会跟美国 再打成某些协议 让这个美国对他有多一些采购 然后让他这个 可以顺利的在这个连任 所以现在可能都不是一个 这样的时机 但是我们还是观察到 这个中国大陆方面 对于他们这个航天的发展 最近有一些新的突破 我们知道说大陆的长征5号B 这个运载火箭在本周的5号 曾经在海南的文昌发射厂 顺利的升空 这是中国大陆甚至是亚洲 第一次发射超过2万公斤级的火箭 长征5号B 以长征5号运载火箭改进研制 而成了近地轨道 它的运载能力说是大于大概22吨 那么请问一下总编辑 这个在军事上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就是22吨就代表它的载重能力 是所有中国的运载火箭最强大的 它载重能力有什么用呢 载重能力主要就是你要载太空轨道 你要建设相关的一些设施 那其实典型就是太空站 我们知道太空站不是说一发射 就是一个太空站在空中 你一定要这个 比如说这次弄主仇载舱 下次一个居住舱或任务舱或实验室 是像堆积木一样局部发射上去 也许你的仇载量如果够大 你可以一次发射足够吨位的设备到空中 你就可以节省你发射次数和节省你发射所需的成本 也因此对于建设太空站来讲 这种大吨位的运载火箭是重中之重 而且未来那大陆方面还包括这个探月的 这个人工探月的这个工程 还有它要进行火星的探测 它都需要这个长征5B这个火箭 它这个整个可靠度运载能力OK没有问题 才可以支撑它后续的计划 也因此这个长征5B对它未来遂行太空的 包括太空站科学实验这个首次登月 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价值 好那我们就未来再持续的观察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会演看天下 未来还有更多的重要的国际局势消息 以及背后是否有一些内部的角力 我们也请您持续的锁定 同时也欢迎您可以上YouTube网站 订阅以及分享 我是王宝慧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了 Muz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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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